所以早期的看渝是仰天观地形 后来就延伸了看地形还有水流 再慢慢延伸到现代 你跟人讲看渝学有的人就不太了解 尤其是80年后的一些年轻人 他们就不了解你再讲什么 那地理呢 有的人就以为你是地理学家 研究新加坡、马来西亚、英国、美国的那种历史 其实也是如此 所以后来就来到风水 所以现代你讲风水他们就能够理解 但是很多人就不理解风水这一块是涵盖了些什么 涵盖了些什么内容 所以风水其实是看地气 地气是有积可循的 是可以看的 可以去了解 好像你的脉搏这样 人的脉搏是突出在皮肤之下 所以你看得到我们的手 不管是男女都看到有积可循的脉搏 水就很简单 水只要看到水 水势水沟的流逝 然后就可以了解水 所以从早期的看渔学变成地理学 然后就变成风水学 风水分成两个派系 文两个科目 这两个科目呢 第一个是顿头 第一个是顿头 第二个是礼器 那顿头的内容讲的就是 如果理器呢 讲的是阴阳五行八卦还有洛书 这些是后期接下来我们会涵盖的 这六堂课我们会尽量涵盖这些知识 当然这个洛书里面我们会有天干地支 那就是种种的一些基本知识都会把大家带入 那 鸾头呢 鸾头是最早期的一个学问 就是以前的律师呢 或者是看瑜伽 或者是风水师 他必须懂得看山 看山寺 看水寺 看水流 那你可以结合一个地理 你可以生一个地理的好坏 那再来呢 理器呢 讲的是阴阳五行八卦露书 这些就涵盖了天干地支 那就形成了一个罗盘 我们的派系呢 源自于我们到今天 我们所学的知识 不管是山元上额 是非兴权工作好 我们是源自于唐朝的一个官员 叫杨军松 所以我们把它奉为我们的鼻祖 杨军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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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介绍呢 因为他是我们的鼻祖 我们很多学物 因为他我们才有今天的学问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种 饮水誓言 所以你们上 凡是来这边上风水课 还是来这边了解风水的知识 我一定要让你们知道 有他的存在 才有我们今天的学理 所以我们要懂得那种感恩 饮水誓言的心理 所以这样介绍杨军松 所以青龙 白虎 朱雀 你们看很多戏啊 看什么都有 但青龙 白虎 朱雀 玄虎 这个只是一个形式 不能够完完全全拿来 断一个风水的吉凶 不能完全 他还需要配合其他的理论 才能够形成 他这个只是让你了解说 从一个角度你去判断 他合不合理 他对不对 但他不能 他不是一个整个结构 你不能够说 有些人 他会跟你讲说 门开在白虎的位置 是不好的 因为白虎 是门口嘛 但是每天在那个 虎的口 进出进出 你的人会越来越少 门钉越来越少 因为老虎是吃肉的嘛 肉食动物 所以你的人 每天进出进出 他说这样你的屋子 以后你的人钉不兴旺 但我们不可以用这种方式去评论一栋房子 这个 这个是一个 你选择的单位 这个是我们自身的单位 不管这个是洋房 这个是有地房产 这个是高楼大厦 你住几楼都没有关系 我们暂时不谈那些细节 我们先谈说 如果你在一个地区 你要选择一个理想的单位 你应该会选择说 后面是有一个靠山的 或者后面有另外一栋建筑 那左边呢 也有一个建筑 右边有一个建筑 那前面的建筑呢 就不要太高 或者保持适当的距离 前方 要一个适当的距离 因为方便那个风或者是阳光呢 可以照射到你自己的家 像我们谈那些建筑的形式 我们看第一开始就讲 龙 前要包 就是包起来 那个手 包的意思就是手必须往内 把你包着 如果手往外的话呢 就是放出去的一些 烦的 这个是往内 往内 所以有一些建筑形体是这样子 当然没有一定是比例 一定是这样 但是看上去有这样的一种意境 它是包进来的 这种包进来的形式呢 在青龙方呢 它就代表说 是我们称为是好的 是好的 就是说 贵人呢 一定是在晋升 OK 如果有青龙沙 OK 这个友情呢 不是代表有没有感情的意思 是代表吉利的意思 这个友情不是代表说 男女之间啊 还是父子 或者是母子之间那种感情 这个友情是代表吉利的意思 是代表好的 好 代表好的 就好像说 爸爸关心儿子 一定是拥抱他的 或者是兄弟两个很好 可以搭肩 这样子的一起走路 就是一种好的 这种包是好的 这种是友情 所以这种是吉的 不具材呢 是因为呢 在风水学里面呢 如果阳气太重 或者是光线太多 那个气呢 不能够停 停息 不能够静 静下来 那它就没有一个地方呢 可以储存 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储存 待会我们就跟大家讲一讲 这方面的学问 如果是阳宅的阴太多呢 居住者呢 一般上呢 会比较安逸 精神不集中 或者是兜肢力不较弱 那也有一些人呢 会 有一些人 如果是精神不好的时候呢 他很容易产生幻觉 就产生幻觉 他会觉得 啊 家里有什么东西啊 有什么第三者来啊 然后第三者不是那种小三 是指那种外来的 看不到的 一种灵界的东西 会有这种现象 所以 一间阳宅呢 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呢 这种居住的 一般上培养出来的人呢 也是比较 比较弱一点点 比较弱一点点 我指的是 白天也看不到什么 阳光 那这当然 这种情况下 也不用说 你们也知道是 他的健康也会比较差 那阳气弱呢 人 就影响到呼吸道啊 影响到肺 真的是后期 我们就把东方呢 议为是 我们把东方 议为是鼠木的 所以 东方 是 他的树木质为三八 他的颜色为绿色 范围为东 东 你们都有这些资料的 这样大概给你们 讲一讲什么 然后南方呢 是 南方五行呢 为火 然后呢 树木质呢 为二七 一 一